我現在先很浪漫的說 這是家的一個正向功能 有人這麼描述說家是心停泊的港灣 他可以給任何一個人溫暖的感覺 家絕對不單單是指一個可以睡覺 可以吃飯的地方 還有人也為家下這樣的定義說 有愛的地方就叫做家 當然有愛不一定要成家 而且我們也發現家裡面的愛 不一定是能夠很順利的滋漲 說不定有殘缺 說不定會受到傷害 所以我們如果說家是可以停泊的港灣 是一個讓獲得安全 而且是安頓的一個歸宿 這其中應該要有一個道理吧 那我們怎麼讓住在其中的人 感受到家的溫暖 這是不容易的 譬如是你剛剛已經從很多方面來談 所謂的一些系統主義的 系統觀 系統觀 那是不是可以繼續來談說 如果從真的一個很哲學的角度來看待 家的意義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有很多面向 當然我們不一定說家一定是破裂的 來意義化的 但是他總是在改變吧 我想先從老師剛剛提到這個哲學家很會提問題或發現問題 那對於提問題或發現問題 卻又不能夠解決問題這件事 我有一些些想法 就是說問題為什麼一定要被解決 對 尤其家 家裡面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是我們可以帶著走的 家裡面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是我們每天都要跟他相處 這很好的逆向思考 一起共存的 那他不見得能夠解決 何必一定要解決 對 如果你一直要去解決他 你心裡面的那個糾結 你心裡面的那個擔憂 可能會影響到你的整個人生的一種發展 我稍微再一句話 那你是不是認為家種子有先天的缺憾 比如說父母少了一個 甚至於父母在孩子小的時候就走了 這個這個問題 我們就是要面對他嘛 這不是 這不是說這是人生的現實嗎 如果家庭有有有缺憾 我倒要反問老師一件事情 老師是不是有家庭完美的迷思 所以就是你看看我們透過這個問題本身 我可能有 我們那種比較傳統的比較 我們我們透過這個問題的本身 我們會去看到不同家的面貌 那我想這個是從這個老師剛剛提到的 這個問題的這個起點開始 我們有可能是帶著這個問題走 然後減緩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這個問題可能在 但是他有一種輕重緩急 那我們不見得要立即的去解決他 對 好 那這個是我想我在談家庭的時候的 其中的一個觀點